人生如逆旅,我一是行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学心旅,今天要分享的是,人这辈子能挣多少钱,国学大师曾是强揭秘,摸摸你的鼻子就知道了,点个订阅,共同感悟。 鼻子作为感官,更是面向学中的面网,之所以称之为面网鼻子的形状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鼻子,代表不同的运势,鼻子长得好不好,对我们自身的命运也会有很大影响,面向学中,鼻子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是否富贵,因此,好鼻子是每个人都追求的,但是只有天生的好鼻子才会浮起满满。 阴勾鼻 常言道问负在鼻,有一种鼻子常常被人认为是不好的面向,其实并非如此,这种鼻子就是阴勾鼻,阴勾鼻又名犹太鼻,犹太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有那么一些人,天生就有一个犹太鼻,阴勾鼻在事业与财运方面也有自己的天生优势。 鼻子很多人认为要大,要长才好,鼻子共分为四个部分,山根,鼻梁,鼻头,鼻翼,山根代表钱财有多少,鼻梁则是代表财路是不是能够通畅,鼻头则为财富汇聚之地,鼻翼则代表财库是不是能存住钱。 谈到阴勾鼻,就不得不谈到这么个故事,春秋战国时期的岳王勾剑,根据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心狠手辣,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狠人。 兵败快积山之后,他能够隐忍,主动当吴王夫差的奴仆,后来复国了,又把当年的功臣以及自己的妻妾都杀掉了,比如说大夫文种,这么一个大功臣就被勾剑赐死。 其实,文种本不该死,只是他没有听范黎的话,认为勾剑可以善待功臣,就留了下来。 范黎离开勾剑的时候,这么跟文种说道,我看主公生了一个阴勾鼻,只能共患难,而不可同富贵,还是早早离开比较好。 这番话道出了一个真相,那些有着阴勾鼻的人,多半内心阴狠毒辣,如果选老板,或者选合伙人, 千万不要选有阴勾鼻的人,不然会害了你。 另外,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司马懿不仅有明显的阴勾鼻,还有众所周知的阴固狼氏之相,这鼻子在搭配上阴狠的双眼,所以司马懿的形象那是不太好的。 所以,阴勾鼻的外形看上去比较特殊,鼻梁比较高,鼻头尖细下弯,就像阴嘴一样,长有这种鼻型的人一般非常的理性。 头脑聪明,目光敏锐,很有先见之明,处事手段非常高明,称服较深,喜欢算计,性格方面也比较强势,有着很强的支配欲和掌控欲,内心非常的自私自利,特别的会赚钱。 旋胆鼻,史书记载有面如关玉,鼻若旋胆,目如星辰,旋胆鼻自古至今就成为美鼻的标准,旋胆鼻立体感比较强,旋胆鼻是指鼻梁突出而鼻翼向下延伸的一种鼻型,其外形呈道三角形,取名为旋胆鼻也是因为鼻翼向下延伸的部分,恰如悬挂的胆囊一般。 在面相学中,旋胆鼻所寓意的美好是从外在形态到内在性格等各个方面都非常符合人们的美好期望和价值取向。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一是富贵象,从表面上看,旋胆鼻形态非常大气,高贵,因此人们一般会将其视为富贵象,相信这种鼻型的主人也必然有着相应的财富和地位。 二是性格优秀,面相学家认为,拥有旋胆鼻的人一般会是气质温和,性格开朗,善良真诚,有思想深度,有智慧等优秀的人物,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相信旋胆鼻也代表了优秀和有品味的人物形象。 三是八字格局好,传说中,旋胆鼻还有着崭新关于八字格局好的寓意,相信许多人都知道,面相学中的八字格局特别重要,而拥有旋胆鼻的人可能就有着比较具有价值的八字格局。 这种鼻子看起来都端正而大,比较丰满,看不见骨头,鼻翼上明显有肉,筋脚有收,虽然山根会低一点,但却气场十足,清晰秀美的法令纹让人看着很舒服,这种鼻子的人头脑聪明,精明能干,年纪轻轻就志向远大,到中年时期更是一飞冲天,事也行吗? 财源广广,是难得的富贵之人,若其他乡里都好的话,那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一生都荣华富贵,享福到老。 狐羊鼻这个鼻象,从运势上来看,可能是比较鲜苦后甜的,他们的晚年运势特别好,狐羊鼻鼻子大而端正,年寿骨丰满不露骨,准头风圆,鼻翼有肉清晰分明,筋脚有收,山根微低但有气势,法令纹清晰秀美,狐羊鼻的人精明干练,年少有志,中年发达,可自己成就一番事业,是富贵两全之人。 若其他项里俱佳,成就会更大,一生荣娼,到老享清福。 鼻梁高,曾国藩识人述中提到, 鼻为面之山,不高则不成,他认为鼻子如同支撑面部的山脉,鼻梁不挺拔,面部就不会陷激灵聪慧之气。 其实,曾国藩真正进入人生辉煌,也应该是从鼻梁开始,鼻梁高挺,植入印堂,代表具有贵下,有贵人提携,拳插天仓,代表了人的心气高,眼界高。 那么,鼻梁在一个人的四十周岁,四十一须岁的流年,鼻梁也叫极恶功,连同拳骨,准头,影响了男人四十到五十岁的运势,实际上曾国藩四十岁之后,确实和开了挂一样,在经十年,连升十级,关锯二品,二品就是现在的正部级。 一般一个人,拳骨高,鼻子就不容易大,拳骨高,鼻子又大,说明掌控力强,拳骨高代表了驾驭能力,掌控力。 如果这个人的拳骨插入天仓,那么这个人的眼界和心气也会极高。 路鼻 古人在面向这一个学术上面,就有非常大的讲究。 古人认为,鼻子风龙,鼻头圆润,略带前秃,叫做路鼻,这样的人多情多义,能够有达官之相,鼻子又高又直,乃是高官尊贵之相,鼻子又直又厚,有诸侯之相,山根年寿平直,可以帮助家里招财,终晚年得知显贵。 朝天鼻 这种鼻子修长 对金钱从来都不重视,在他们心中,一直都感觉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因为他们本身就从不缺钱,生活得幸福美满。 这种面向的人,为人温和,诚实可靠,一生中总得到贵人的帮助,让自己裁员滚滚。 他们善良安分,孝顺父母,厚爱孩子,一生顺风顺水,很少受到灾难。 属于绝佳的有福之人,其实,我们很多人抱怨整体环境不好,赚钱难,有些人无论怎么努力都赚不到钱,其实不是他们根本赚不到钱,而是我们金库里没有钱,曾世强教授曾在节目中说过,一个人一生能赚到的钱是固定的。 金钱是我们累积功德的宝库,宝库的大小,取决于你的鼻子。 大鼻子意味着你可以吸入更多空气,气缘越多,金库自然就越旺。 不过鼻子小也不用担心,深呼吸几次,鼻子自然会变大。 所以如果一个人能深呼吸的话,表示此人身体健康,身体大,财源广进。 其实并不荒唐,曾先生看似直白,但话里却有更深的含义。 曾先生首先提到,箱子的大小是由我们的气缘决定的,这个空气不仅仅是氧气,更是我们的气度。 一个人越慷慨,他的金库就越大,就越能容纳大量的财富。 结筒鼻叶 蚂蚁神像诗说,公明富贵结筒家,准头其直布偏斜,山根略软年寿满。 中年富贵大成家,拥结筒鼻鼻形的人,心地宽厚,性情中和,温和体贴,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和力。 其人做事光明磊落,雷厉风行,大气有度,为人极富忍耐力,善于经商。 念象中认为,结筒鼻,三君之都,主要是指鼻梁够长,鼻梁直,鼻准风龙,鼻翼宽厚有肉,鼻孔缘不露孔。 侧面看鼻子整齐有势,长有结筒鼻的人,为人比较正直,个性善良,是个可以信赖的人,适合当官。 而且还能造福他人,狮子鼻。 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应该就能想象出来,这个鼻子长什么样子了。 它山根较低,鼻梁较细,但鼻准头却很大,这种鼻子通常鼻翼比较大,就像狮子的鼻子般,看起来很有气势。 有此鼻子的人,从舞的会比较多,一生中不是大富就是大贵,总之身边时常会有好事发生,基本上没遇。 到过什么灾难,过得一帆风顺,因此也是一个有福之人。 鼻子每个人都有,但是每个人的鼻子却各不相同,有大有小之分,虽然鼻子看向,能看出一个人的命运。 但是真正的有钱人,其实也是离不开自己的辛苦努力付出的,只有真正努力的人,才会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做个真正的有钱人。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欢迎持续关注,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